再來看到是中天上訴又成功了 中天新聞台在前年報導 黑衣人霸凌女學生的新聞 但是當時卻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給裁罰了40萬元 中天認為裁罰不當 所以提出了行政訴訟救濟 而台北地院行政訴訟庭 現在是將此駁回 這個案子在上訴之後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 北院方面不給中天調閱NCC的 諮詢會議記錄 違背了法憲法所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 所以廢棄原派原敗訴的判決 決定要發回北院的行政訴訟庭 作為調查 那麼另外做釋法裁判 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先前在北檢這邊 他們所謂的判決次諮詢會議記錄 是北院審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政基礎 但是卻不給中天來調閱查卷 所以呢這起整起事件 現在已經在高院這邊決定發回 來重新裁判了